大家好,我是薩爾達大人 今天跟大家分享如何獲得歐二汶X戒指 這個戒指非常厲害,攜帶之後 此生此樣雷電攻擊時會連續攻擊兩次 這裡雷電的意思是此一本稱為雷電的魔法書 即是當攜帶了歐二汶X戒指後 使用雷電魔法書攻擊時就會連續攻擊兩次 所以非常實用 要了解這個戒指的定位 就要了解這款遊戲的戰鬥機制 我先簡單解釋一下 每當你向敵人攻擊時 攻擊後敵人都會向你反擊 同樣如果敵人向你攻擊的話 攻擊完之後你都可以向敵人反擊 所以無論哪一方主動在哪一方攻擊 都會一人攻擊一次 這就是一次的戰鬥過程 不過如果當中有一方的速度 比對方高5點或以上的話 在雙方互相攻擊一次之後 速度高5點的一方就會發動追擊 意思是 例如現在我的速度比對方高5點或以上 當我向對方攻擊時 然後對方就反擊了 之後我可以再向對方出擊一次 所以我總共攻擊了兩次 而第二次的觸擊障礙和第一次的攻擊是一樣的 所以完全是等於在一次戰鬥裡面發動了兩次攻擊 因此只要角色速度夠快 就可以在一次戰鬥裡面攻擊兩次了 所以攻擊兩次是很常見的 不過雷電魔法書有點不同 因為所有電燥性魔法書 包括雷電、狂雷、托龍的特點是不能發動追擊 原因是這些電燥性魔法書本身的優勢 是可以遠距離參加攻擊敵人 所以不批准追擊 否則就會令電燥性魔法書過分強大 因此在一般情況下 在使用電燥性魔法書時 無論你速度有多快 都只能攻擊一次 不能攻擊兩次 但我以為S介指就超越了這個規則 另你的使用雷電時 都可以連續攻擊兩次 而且跟速度無關 就算你速度很慢 地人速度比你高很多 你都可以連續攻擊兩次 所以可以交給一些速度慢 但魔力很高的法師使用 這樣等它連續攻擊兩次 就可以造成很高的傷害 我稍後再說說哪位法師 最適合使用偶爾文S介指 現在才說明我得方法 我得方法是透過精煉 首先來到紋相似之間 然後走到前面坐台按A 之後選清煉謙武的介指 每件都可以選擇紋相似 這裡每個紋相似都會清煉出不同的介指 如果想清煉偶爾文介指的話 就要選擇理佛 之後選擇清煉次數 因為要大量清煉 所以選擇10次 然後就開始抽 抽完後檢查一下有沒有抽到 阿爾文S介指 如果沒有的話就再抽 直到抽到位置 通常大約抽10次20次就會抽到 似乎玩家的運氣 有時可能抽10次以內就抽到 有時也可能抽出20次都抽不到 所以是低賽操了 因為每抽一次就抽到1000個千半碎片 所以如果要抽到阿爾文S介指 就要準備大量的千半碎片 視於千半碎片的獲得方法 除了在每關結束之後可以得到之外 玩家也可以從成就中獲得 首先走到報告欄然後選擇成就 你就會看到一列你已經達成的成就 而每個成就都會給予一些千半碎片的獲勵 我們只要按2隻R就能一次過接收所有的獲勵 這樣就會獲得大量千半碎片 這些成就有無數過的 通常每完成一關之後都會自然地達成一些成就 所以如果需要千半碎片的話 每完成一關時都可以來這裡抽 回到千半戒指的部分 剛剛說過要用禮佛才可以抽到歐爾文戒指 而因為必須要有該文相似 才可以選該文章子來抽 所以如果我們要收到歐爾文S介指的話 就只能夠在獲得禮佛的期間 才可以用它來精煉 而獲得禮佛的遲段 是在第8章之後次到第10章時 以及在第17章之後 所以只能夠在這段時期 才可以用它來精煉歐爾文S介指 注意在第10章後 至到第10章前 禮佛都不在 所以在這段時期 是不能夠用禮佛來精煉戒指的 因此如果想做一些抽到歐爾文S介指的話 就要把握在第8章後 至第10章開始前去抽 如果抽到的話 就可以在第10章次第17章期間使用 因為在第10 11 12 13 14的章子裡面 很多敵人都可以使用一招連續兩次的雷鐵攻擊擊殺 所以如果能夠在第10章前抽到的話 這些關卡就會變得容易很多 所以大家要記得在第10章前去抽 之後分享持用心得和配法 如果早期第10章前 拆收到歐爾文S介指的話 可以先交給希特尼迪卡 或者是之後加入的艾比使用 因為兩位的魔攻都較高 而且速度較慢 所以由他們使用這個介指是最理想的 在第17章之前 大部份敵人都會一招擊殺 如果不能夠一招擊殺的話 就將雷斷強化 可才強化到加4 又或者站在主角旁邊攻擊 這樣每一次攻擊都會增加3點攻擊力 所以能一招擊殺敵人 但隨著關卡的推進 敵人的HP和魔防都會越來越高 來到17-18章前 會發現色子面對魔防最低的統格 都很難一招傷的擊殺 更何況其他敵人更加不能夠一招擊殺 所以這個戒指的作用會降低 不過如果想保持一招擊殺的效果 其實都可以 只要將戒指交給第18章加入的林丹 就行了 林丹是第18章透過出德加入的角色 他雖然魔攻不算很高 但他的特性可以增加必殺率 他的特性是當時真使用的武器 等級低於對方時必殺加20 由於雷電魔法書的等級是最低的D級 所以等級必定低於對方 因此由林丹使用的話 必定加20必殺 而必殺的效果就是Gritical Attack 方式發射傷害會變成原來的3倍 所以傷害會變得極高 因此接下來只要將林丹的必殺率 盡量提升就會很強 提升的方法始終做一項就可以了 就是將雷電魔法書蓋上文章黑刃 來到斷造店轉第二項文章黑刃 然後選擇要蓋的武器就是雷電魔法書 之後選擇要蓋的印 注意每個印代表每個人相似 而每個印只能蓋上一件武器 因此不是隨便選一個最好的印來蓋就可以了 因為有些印可能要留給其他武器使用 所以我們只能選擇一些剛好適合的印來蓋 我建議選擇聖魔文章 因為會加20必殺之魚 亦不會加攻擊力 而且亦會加民眾 剛好適合雷電使用 擴張之後 林丹的必殺率總共就有40 分別是文章黑刃的20 及刺身特性的20 所以攻擊時大約會有40%機率發動必殺 雖然必殺的機率看上去不高 但因為在每次線率裡面會連續攻擊兩次 我們的目標在兩次攻擊之中 只要有一次發動必殺就可以了 這個機率大約是64% 都頗高的 而當只有一次發動必殺的話 造成的傷害實等於一次沒有必殺的一倍 加一次有必殺的三倍 即是合共四倍 對比之前兩次都沒有必殺的情況 當時只有一倍加一倍即是兩倍 因此現在的傷害是之前的再兩倍 所以適切到了大後期 都可以讓連續兩次的斷裂攻擊一招擊殺敵人 所以是很強很實用的配搭 如果萬一在關鍵時兩次攻擊都未能發動必殺 也可以用回擊方法 然後稍微調動一下行動順序 林丹就會再有機會發動必殺 所以雖然是64%機率 但用起來其實都很穩定 在總結之前 我簡單分享一下林丹的特技裝備 首先必學西格爾特技再移動 這一招的效果是攻擊力可以再移動兩架 這樣林丹就不怕竟成一些攻擊 表示攻擊完之後回到後排就可以了 在一幀部裡面不需要學再移動加 因為一幀部裡面的SP不多 留SP學其他招比較好 所以只學最低級的再移動就可以了 第二個特技是學塞麗加的魔力提升 因為作為法師 魔力越高越強 而學魔力提升所花費的SP較少 所以在一身部裡面是教底學的 最後到總結和補充 歐爾文S介指最快可以在第8張後 和第10張開始前 用你佛星鍊出來 不過視乎運氣 因為早期千半歲比不多 所以未必可以抽到 如果不肯收不到的話 也不能用S2方法 因為遊戲系統已經鎖定了戒指出現的純粹 所以唯有等到第17張之後再抽 而到了第18張後 就可以直接將戒指交給琳丹使用了 但是在第19張時 因為大部分敵人魔防都很高 所以琳丹的傷害不大 但不會因為這樣而覺得琳丹不厲害 因為除了第19張之外 後面其他章節都很適合琳丹作戰 所以不會因為第10張而放棄它 影片到這裏 多謝大家觀看 記得like 分享和訂閱 我們下條影片見 拜拜